網路行銷工具這麼多 快要喘不過氣來了嗎? 你是不是和我一樣有這十二大困擾呢? 問題1 手機上網的人口已經超越了電腦 你的網站適用於手機瀏覽嗎? 問題2 網站的SEO需要手動修改網頁的程式嗎? 你還要花大錢請工程師來修改嗎? 問題3 花了大把的廣告費 而訪客來了又走掉了 沒有留下任何資料就離開了嗎? 問題4 擁有精準的客戶Email 卻找不到工具可以大量發送各式化的訊息嗎? 問題5 經營社群常常不知道發文內容要寫什麼嗎? 問題6 拍出來的照片怎麼一點都不吸引人怎麼辦? 問題7 圖片的內容太大怎麼上傳? 圖片太巧怎麼能上傳? 如何在圖片上面加文字如何編修圖片呢? 問題8 什麼是微信的公眾號? 如何和現有的網站做整合? 如何讓客戶在手機裡面付款呢? 問題9 怎麼經營臉書的粉絲團? 怎麼打臉書的廣告最有效? 該怎麼整合臉書和網站呢? 問題10 怎麼快速的製作影片? 這怎麼樣讓影片行銷最有效? 我也可以自己錄製影片嗎? 我也能自己來編輯影片嗎? 問題11 LINE的行銷怎麼做? 真的有效嗎? 問題12 QR控我也有啊 但是客戶都不來掃描怎麼辦呢? 網路行銷需要18般武力 但是這些都只是工具 點擊連結 快速了解這些工具的整合應用 解決你的困擾吧!